好的主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停车场帐篷瞬间被吹倒 台风海葵的暴风圈已经在今天凌晨PO出到花东一带的陆地 在东半部带来非常强烈的阵风 在花莲火车站前的原游客服务中心旁上午7点 一家无人租车公司的停车场帐篷被大风给吹倒 停等红灯的轿车驾驶一边录下惊悚画面一边尖叫 倒塌下来的帐篷也造成隔壁停车场内的轿车及机车被压住 索性现场无人受伤 警方获报后也立刻前往现场处理 帮忙稳固车辆并且请租车公司立即派人来处理 目前状况也已经排除但风雨还是非常强劲 民众出门在外务必要小心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新消息时间镜头在环境内